好 接下來關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氣狀況 特別提醒大家封面接近 今天全台各地天氣都很不穩定 尤其是在很多地方的雨勢都會慢慢的增加 包含了本島還有外島地區 都有機會會出現雷雨或是震雨的狀況 其中要特別提醒在中部以北 還有東北部地區的網友多加留意 因為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至於南部還有華東地區的降雨空檔比較多 但是無論如何在今天出門上班上課 一定要記得帶傘 同時要特別留意的是 會有瞬間大雨 雷擊還有強震風發生的可能性 好 如果開車族的朋友 也要特別小心天雨撸滑務必要慢慢開 至於溫度的方面呢 特別告訴大家是在今天早晚的時候 低溫下降的蠻明顯的 低溫剩下17到21度 感受上是略有良意的 至於白天的時候北部的高溫也略為下降 來到了25到27度左右 中南部比較不受到影響 高溫在今天則是位在27到31度 其實沒下雨的時候還是會覺得蠻悶熱的 好 不過未來這幾天的天氣狀況 要特別提醒大家 雨勢的部分真的是不能夠輕忽 因為氣象局特別用一張圖帶您來掌握 因為首波的梅雨封面在週末馬上就要爆到了 你可以看到這是今天的狀況 因為封面接近的關係 因此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發生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來看到從這個週六還有週日這兩天 梅雨封面報導之下包含了這個西半部還有東北部地區都要嚴防好雨 而且呢會有瞬間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紅色的區塊就是如此 這個部分呢一定要多留意了 特別提醒大家還是要提前做一些這個疏通排水的工作 以免到時候會有致災型降雨發生的可能性 好 到了這個週一的時候封面會難移 雨勢雖然會比較緩一點點 但是呢各地的大雨狀況還是持續當中 因此很有可能這個致災性的降雨會出現三到四天左右 這個部分一定要提前做好準備 最後來看到今天的天氣小叮嚀了 留意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好 利用呢在今天雨勢還沒有這麼明顯的時候 先來做一些這個排水的工作 好 還要來看到是外島地區的金門馬祖 在早晚時分比較容易出現直步物 或是低雲的狀況影響能見度 如果有交通往返需求的話 務必要留意航班資訊 同時呢西南風增強的關係 因此包含這個桃竹苗還有綠島藍雨 會出現比較強的強震風 海邊活動也要多小心 以上呢就這集的氣象資訊提供給大家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呢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 我們看到了 走 雨 走 讓我 走 走 走